What the hell is wrong with me? I don't get along with anybody, honestly I've been living in my own head, constantly Thoughts jumbled around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I don't wanna get lost in the sedative Got to show what I got 沒錯,現在要介紹這個就是我們 本地香港的一個 香港之光來的 因為就是金融小說 金融先生的小說 培下天龍百步和香港的著名漫畫家 水墨畫大師李智清先生 一個合作聯成的品牌出的 一個雕像 就根據金融先生的 天龍百步裏面的蕭峰 你知道蕭峰也可以叫蕭峰 因為真性就是奇性蕭 我不是蕭丹人 我是蕭丹胡佬 我不是蕭丹人 這個就是雕像 原來全世界的版本就是這裡 這個就是在李智清老師的家 畫室搬過來 暫時有展覽 亦都在開始這個御守 這個雕像 據聞其實上次如果有留意 德哥的行蹤 就是在動漫展 德哥和誰 李智清先生 還有另外三個主持 還有那個 是不是Rookie 還是我們加起來 不是啊 Alman Scrapter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對 可樂兄 可樂兄原來都是漫畫界的前輩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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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了 你不理我 我不要不理你 我知道 他又負責這個project 即是聯繫人 專程找到一個大師 就雕了這個天龍怪步的蕭丹像 是 千萬不要小看本地的Scrapter 除了太歲之外 亦都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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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勁的造型師 所以今次見到這個蕭丹 所有一些細節位 我們今次這麼近距離看 是更加爽的 是啊 真的有少少 是有很明顯的廣漫風 是 完全保留到那種廣漫的風格 是 除了大家留意到本身 例如喬峰的五官和造型之外 你可以看它的布的表達方法 亦都是非常細緻的 因為現在很多都用了3D Scraps 變成它在質材和表達方法方面 也可以更加貼 是啊 容易一些重複 或者叫做一些細節位 它們可以變成沒有以前那麼辛苦 是 逐筆逐筆去捏 現在大家在看這隻的板 其實真的是板 所以萬一拍到一些小小瑕疵 大家不要介紹 因為這個是一個 就是你用樣板 可能就組出來 所以到時出貨就不是這樣的 應該就是用攝石 把組件貼起來 其實這裡你都感覺到這位 沒錯 很多不同的透明組件 特別是龍的氣勢 下面一些火的造型 也看到本身 比如說蕭峰的鬚筋 皮膚的深淺色 血跡 那種粗豪的感覺 完全表達出來 而且這個造型 它真的很跳脫 它很生動 好像衝出來那一刻 因為我在雕像選擇很少 你看到它的頭髮 那個Layer 它有幾層 所以變成立體感 和造型 都是非常吸引的 如果我們有留意 比如外國的雕像 日本 馬來西亞 PRIME ONE XM Studio 它們都很百花齊放 但是這種 真的有些中國風 或者香港風 那種很出的動態 我覺得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衝出來一下 真的很厲害 是 其實都轉了個圈 給大家看沒有 轉 經常轉 你看到它的手筋 是全焰出來的 嘩 衣服不知為何 覺得有點像 畢竇之拳 我可以這樣說 可能有點感覺 是 造型設定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 你知道金門先生的小說 本身是文字開始 直到差不多30年前 他開始和李智青的合作 他是成為了他指定的 即是合作的 策劃師 是指定的 沒錯 他們都是方山公司的名可 所以其實 所以 李智青的師生 代表是 最貼此不過的 是 當然 大家有追開 李智青的漫畫 他其實不僅是 這個 金融老師的 作品 沒錯 但是 亦都無可否認地 即是 李智青先生 即是 他表達金融的作品 是 最得到金融老師的 垂青 所以 變成一個專用的 插畫師 就是這樣 有機會上去 李智青先生的畫室 他真的 德哥說得對 不知為何他會知道 可能他真的很熟 是不是可能是很熟 其實李智青先生 他不只是想做 中級古代風 他的畫室裏面 很多是另外一些畫風 包括一些民生一些的畫風 或者我們60年度懷舊的遊戲 其實都是李智青先生喜歡的 反而和他聊天 言談之間 由於他可能做三角 做金融的太好 是日本的 很受關注 因為他在日本也有漫畫連續 沒錯 於是 出版社總是 古裝 全部古裝 不是太低於他做其他東西 太成功了 不知好還是不好 沒錯 有時候是定了形 所以其實他 私底下都說 我其實很想畫其他新的東西 看他 絕對可以做到的 後話 我們香港都很開心 我們其實是 早過 內地 我們首先擺這個產品 以及做預訂 多少錢 4288 4288 即是在現在這個店鋪 都可以訂 可以訂的了 還有這輪首飾 可能都在預訂 有沒有說幾時會出貨 應該是年底 年底 今年年底 對 因為雕像就不用那麼久 還有好像世界限量 188隻 如果沒有記錯 如果4288 又算是多便宜 因為其實普通GK那些 都是要幾千元 對 論大小 其實這個價錢 這個也是1比4 大於1比6 一點 大於1比6 1比5 1比5 因為他就沒有特別 因為上次我們一齊見到 神標大俠 那隻大三倍 那隻大三倍 即是整體大三倍 價錢又沒有大三倍 那隻大三倍 那隻大三倍 我想要到某些地方才能拍到 即是在這裡 即是在這裡 或是在那邊 可能到時 放一隻大三倍 希望 但真的賺到很貴 真的賺到很貴 好 Anyway 多謝德哥 做了這部份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